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最近Rank里是练过这东西 还爱惜 爱惜这边就有球本 爱惜加剧膜其实和布隆加剧膜差不多 都是拉扯让对方拧巴的走不进去 但这把其实我觉得WE还是蛮吃这个七大师的发育的 这把呼吸哥会成为一个焦点我也感觉 但这也很符合WE的特性 看了一下,好烦啊 对,WE整体的这个阵容,立体就立体在 他有很多能限制OMG多次进场的技能 其实最好就是再回头来看的话 后面两手半位如果办了巨膜和布隆的话是最好的 当时那个凯利斯塔我认为可以不办 但回到中上野的对抗 这把其实两枚下路都能接受 一个是小五游走能力比这个巨膜要强 来的直接 对,女塔来的更直接 二就是在上半区的对抗上来说 虽然艾希有着这个线权可以让辅助解放 但EZ也不怕呀 对吧 就走你的嘛 所以你看艾希直接整了个萃取出门 对吧 开始挖矿 是吧 不,反而这边是常见出门 常见这边三红是 算是前期很想PK的 欢喜啊 前期上下觉得可能对线OMG 越往后打W越远远 好打一点 W这个阵容确实发育起来容纯率太高了 这波是有一级的设计的 MG提前放眼 有看到 主要是兰博如果被这样逼走的话 会比较痛苦的 兰博为啥上不了场 就一个一级 对,太弱了 现在蓄不了弱 直接捅上来 先打一跳 要交闪了 交闪肯定要死啊 再来一下 A下 有两个闪现确保都杀掉人头 这柱子卡太好了 只能把这个地形隔开了 对 要给闪现看了一眼 哇 这蹦蹦蹦蹦 这一波我只能说 OMG确实小看了W的一级团 嗯 这我也小看他们的决心啊 嗯 确实 兰博一级没什么用 但像兰博被迫的兰区开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学Q 已经升二了还好 打了犯狼 我在想 我如果作为照姓 我觉得从这路夺到我上野区去 穿过中线 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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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恶劲一下你小坦油 我就当那天面往上面去走 这样的话 你蓝波只有一片野区 嗯 一直 直到AD 有一个走步直到 我还直接直接交了进化了 而且这是一个 哎 没生了 没生了 A4没生了 TP先挂 还要追着砍 闪现过来再来一下 EZ拿到这个人头 Meetting这个位置 感觉焦闪 能走掉吗 走掉以后 小五要死了呀 小兵的伤害配合新大拉 是换掉了小五 但这波其实 OMP算是转了一点的 这边主要是EC本来一点崩盘的局面 对位拿来也会来了 主要 我看一眼伏笔了 嗯 这波小五看得太果断了 完全没有给A4留退路 而且小五这一波也真的是 他应该是用点燃 骗了进化之后 升二级 再一个Q进来晕住 是 细节 哦 这边直接直到 然后给点燃进化骗掉 然后这个时候 A4在AB 好关键啊 不是 小五这边单吃了几个进战兵 好像是的 是的 他单吃了三个进战兵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是A4 是的 A4死了 对 不用休息了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确实好难算这个经验 呃 其实W应该是要预想到的 畢竟都是职业选手 对 本来摩好在是靠着这个中路的线拳 还是把这个核道线控下来了 嗯 而且因为赵姓得去控下核道线 所以A4应该猜的猜 你这个摩 这个施甲虫应该没刷 是 赶紧去奔过去刷一刷 那上路这PREASE打得不舒服呀 其实PREASE打得不舒服呀 其实PREASE虽然修路啊 但是他这个Q技能600码 手太长了 还是长啊 对 这个W其实被小平打了的 主要他怕他闪现过来打不了 是啊 这个闪现打出来 六宝这边吐了一口恶气啊 前上班打得太难受了 确实是 这把反过来了 呼吸个三平要被直接硬打掉 而且这是一波反推大线 是 藍波在这蹲一下可能有机会甚至 但这个线长度不够 而且武器本来挺灵活的 嗯嗯 主要是被打杀了 是 而且藍波现在需要急需要刷野 可能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主要是 又选择省一个T 对 整个TTPP 其实W要慎重 是 TTPP小龙其实我们系到六七之后 还蛮厉害 嗯嗯 他太反对了呀 而且你看一下这几个闪现啊 现在五个闪现都交出去以后 如果这段时间打起来 我们就比较猛 嗯 说实话 六宝省这个闪的话 那给了武器大师把这个线推进塔了 把线重置了一个机会 虽然局面打得火热 不过W这边 五刀都太本线了呀 哦 这边也领先了一千的经济 两颗头加上下路领先一些 嗯 还好吧 这两拨线都吃了以后 又是也不会那么大 是的 有两拨兵线 对 两个大兵线在往前推 嗯 现在就看 大家可以了一个等级啊 马上快四级了 这个时候其实飞伤是可以抢个六级 打一个这种出气不意的一些节奏的 嗯 Missing过来 被推到 只是反动一下 一跤了 要上吗 主要小奶油下的装备也太差了点 估计 两侧没视野 香克斯这边也没闪 可能就是宝宝推线吧 嗯 要动龙吗 看你背上现在也没野刷 感觉短TP啊 这波主要是 嗯 看视野吧 如果背上这边扫一下 龙科没有视野 可能会尝试一下 嗯 毕竟中路有限权 啊 炮车漏了 Missing 逮住 逮住了逮住 有人弄车被我逮住了 赶紧互动一下 那这波依靠着中路提前布置的一个限权啊 主要是小五这波是再往上路游的 要看一下布瑞斯这边的意识了 这波得越 这波不越 不越的话是亏的 三波现在已经是直直的再往后走 三包一啊 这波如果不 再不回二塔要 啊 这个战位应该要没漏住 但是 他想操作 这个武器反击风暴啊 我觉得他想操作 三包一 二打一可能反击风暴有机会 三包一没啥机会 来了韩克斯闪 星天领塔呢 打不上来 哎呦这反击风暴 他得太晚了 人口给谁呢 这波胡锡哥说实话 有点贪 他被控死了 是的 他被打不住了 这波一波 这波一波 有TT 有TT很关键 哎呦 还被他打两下 是 W闪 再打一个进化 然后两下 平A在这边卡 被头卡了 视野 NUBO 闪现Q到 AQ也走不掉了呀 再一流 把人头让给赵谢 哇这个卡视野 刚刚那一下 被动的那一下 平A的抬手动作都出来了 是 但是Elke的闪现刚刚好啊 哇 如果这波把奥克杀了的话 这波感觉NUBO要 起飞 真的 这波有点炸了 说实话 上路这个线会卡在塔前很久的 这波TP虽然很及时 但是后面 这没办法 我觉得拼操作是可以拼的 这闪现 我刚才是有点小上头 嗯 因为好像不知道韩明在哪个位置的 想闪现 忙是也猜一个位置 其实这波是在OMG意料之外 这个TP是临时来保的 因为上路的线明显是 一把没处理好 就回家 准备TP回来再推的 那这波打完之后悲伤 好悲啊 嗯 三个头的 已经快可雪了 哇本来这把 其实在上半区都已经是OMG开花的一个局面了 嗯 下午先锋的一波 双人路已经先冻起来了 爱琪升六 这波其实整体来说啊 AD没有闪现 但是中野有闪的情况下是可以操作的 我还敢上来 没有视野 身上 左边有眼看到的造型 对 而且二铁就看起来五级 五级和六级男朋友完全不一样的 这波对于到B来说 如果AD不来 你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目标 嗯 而且我爱琪可以远程给剑的 转二分钟这波 新德拉的闪现 这关键闪也在的 嗯 阿K6了 现在闪现已经转好了 都已经逼出闪现 阿K再被推约 这一个柱子就是一个闪 啊 爱琪已经提前开始动起来了 卡在这个echo 又帮也过来了 这波感觉得先开的 我们这iC一直没持好 小心西约互卫 划到了三个人 爱琪的剑来了 第一时间先秒到刀妹 而且推散了 所有人 这波推 弱者推散 亏平了战场 爆炸爆炸 这一波 小五的一直只抠 然后悲伤果断的上前 卖自己 加上蓝薄的大招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烫到人 但事实上 只是一个拦截的大招 对的 哇这波真的裂开了 再加后面那个香格斯的意志呢 这波W的反手做得太好了 而且阿可真的还赶了一键 是的 而且刚刚看小奶油 手上没大好像 是 这波主要 想指 新大拉 没有指到很可惜 新大拉就差一个错位 而且这蓝薄的大招啊 打得稍偏了一些 就是没配合好 因为小奶油那个意志 遇到了四个 对 这就是像一个烧烤架 盯上一键 双人被开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真的没有留住吗 先锋支人被補出挡到 没有 三三十人皮一双刃 抓到了 这波Cream借着位移 留到艾尔克 是 这波小奶油是找了一波机会回来 嗯 但是这波艾尔克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位置 嗯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 先锋团被打完了 确实 嗯 可能想换线吧 搞不太清楚 有可能在做视野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是想把AD换到中 然后强行吹一波这种 对 有可能就换换像啥的 因为整体来说 这里是 是这样的 被打断了 对 被打断 然后被从中路赶到了 是的 是的 这个回家的位置说实话有点 闪现跟Q 确实给机会 回家这个位置太明目张胆了 那这波小五机会找得好呀 老将经验这块还是捏得住的 对 主要还没双招呢 看一下 这波海克斯科技上是可以蓄力的 赵青已经站到了后方 但只能看辅助啊 相似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危险 烫 烫 烫 好烫这波 一鼓上挖到了一条火线 哇 这都感觉烫回家了呀 真就没有任何的后续伤害 只会烫 单分之二的血量 不过蓝波大没了之后 大鼻也可以顺势再追过推进家 这里小五肯定要死了 鼻微来 没有闪剑 照进一戳 死了 没办法 只觉红橙加红buff的伤害硬烫死 而且顺势来包下 Abo这边爬下 孤零零的 感觉也走不了了呀 我兄弟们呢 有没有GP 小奶油有T 小奶油T能不能救下 能T也要死了 现在应该是不救了 是啊 不救了 打成这样应该就是不救了 那连塔带人应该这波都走不掉了 先开塔带杀人 很笨健 还吸引了这个人头 而且上路这个位置怎么回事 这个位置抓到了 阿几还能跑 宗师之威给了他不错的抗讯 哇 惊呆了 这个位置阿几被单杀了 而且下路卡要爆了 哇 那这一分钟有点事不消了呀 本来三四千金击粉在那里 这波打完 这 他感觉三局都是omg 一旦有劣势 这个破口就有点管不太住了 对 而且心态感觉就不想再说了 就到处破 哇 就感觉那一波草的斜卡 等下 魔法水惊剑 翻山越岭 这 只是 没有缘分 发猜手 没有缘分 抽个角 现在才12分钟 W选择把双人都掉到上 继续去要踏皮 看一下上波是什么情况 想等六宝推线 阿几蹲这儿 结果 不许是感觉有点感觉的 他想了一想 我会在哪呢 我下路都推到这儿了 要不我看一眼 结果猎人变成了猎物 哇 那这样7千了快 又是在12分钟的档口 确实omg在逆风的情况下的 这个决策 细节上还是会 出蛮大的一个漏洞吧 整体落后6千 对于OMG来说 这把确实 可能说还有一波 好团的机会 因为OMG这个团战比较粗暴 所以说有一波好团的机会 得让六宝减一波 主要W感觉 今天状态确实太好了 感觉很难找到突破口 就前面呼吸哥 都那么惨了 他居然现在3-1 就好起来了呀 主要前面提到的 就香格斯闪不闪 有没有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W也是很好去规避掉 香格斯没闪出 就很难被找到机会 右下角是发现了 就是单纯的一波换血 一推 可能没推到 对 就没事了 就进得空慌了 这两边就没事了 一波顺势的拿中线网 上路转的W也发 这两个人不退吗 有击贴想打 塔下一波 但是他们也不打 一个大招 太阳要帮定处辅助 但是伤害不够啊 不够不够 现在这段时间的伤害 必须是个EZ啊 对啊 还有闪 这大招回头作口 女台 没有拖 捡到 反向的逃跑 这个闪下蛮灵晰的 但是伤害也有所办 4-3直接挑起来 定在原地 比双刃没有 直接打回来 这装备差太多了 这一波被炸 闪太刺了 而且配合蓝波的大招 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 一时间两边的中单互换 但是赵氏现在像个 摘成一样 呼吸哥搜哥了呀 再来一下 两个人头给造了武器 一个人头分配给了爱希 又是一波 一换四的团战 这OMG被操作晕了已经 装备差太多了 说实话 其实这一波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 就是那种转线 或者先锋刚打完 时候的那个转线 对 每一次这三把 好像都同样的一个局变 问题是为什么 一三局内 犯了同一个时务 就每次都是先锋打完 无论是先锋你拿到 还是对方拿到 都是在转线的时候 出现大问题 这真的是可能接受 这八分钟的这个风水领 超过感觉 确实已经现在 心态上已经不稳健了 这不说实话 打不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不打反正 会不会达成一个风水球更新 两个大招 在空气上滑过一条线以后 翔格斯这个位置 仗着自己有闪现 想在塔下 轻一波 明显这波可能要被围在塔下 这波有机会 兰博这个大招放的 也不是很好 但是问题不大 通关天灵 兰博收下人头 打断一下节奏 刚才翔格斯想要闪现 躲破败的一个晕 也没躲掉 主要他犹豫了一下 但这波卡在二先锋 那个时间点 他觉得对面不太可能 花这么多人来抓吧 是 犹豫一波就付出了这下 经验 还是短了一下 有个小伏笔吧 下条手 我马上刷新 向后斯没闪现 是的 整场所有的闪现 就向后斯 是最关键的 这一百块钱 还让给奥克 下波团如果 OMG做好事 也能去接一接的话 开到向后斯 还有点机会 如果开不到 也没啥机会 挺上来 第一双刃 主要OMG如果能做到这个中野的大招 覆盖到了比较多的人 这波团对OMG有机会 有希望吧 对 因为他确实还挂着一个 牛宝的这个收割位 是的 所以说整体的阵容来说 如果能开得不错 有机会 虽然现在劣势已经非常大了 对 就开 新特拉 下波团战 新特拉如果开到 就有机会 开不到 是 但是下波团战 这个赵信看起来也 太能打了 对 赵信差点血手的 他这个赵信 你开不动他呀 开不动 你开了也杀不了 就 问题就是 你就算杀了新特拉 可能收割战场的是这个赵信 是 悲伤 但不杀新特拉 其他人看不了 这边 一直在抓边 抓不到 这个从沙迪视角 我看是 红色发完全没有去管上路的表现 中路直接放了峡谷 哇 下路也是兵线压近 中路这波甚至可能要高地 来一头了 因为这波可以看到 高地让自己推掉了 所有人都在上半局面回车 我们现在赶不回来了 是的 大量的人员 才刚刚回家 上路 中路直接高破 高地的水晶 估计也顶不住了 看能够挖一下 想打吗 这波 要机会 不行 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想办法能在这种 挨口去打 这种路口打 其实有一定机会 这波有点乱 说实话 当时上路没人手一塔的话 应该回家的 没人手一塔 对方有先锋 确实要回家的 W17分钟 听牌的这叫土龙 马下 结果确实快 这打 找蓝波也没啥伤害 是吧 他一个征服者蓝波 在暗夜收割者身上 对 主要这波打 这波没打起来的话 后面打团 M7是真的很难搞的 西哈坡团战 新德拉的闪去好 现在W1推了中路水晶之后 不要上班去做事 也可以等会逼大龙了 好家伙 20分钟不到 是给了一个快91开的 是的 是 顶进来 而且W1确实这段时间推进 因为有着艾西的这个探测舰的原因 所以说让他们的推进 不会那么的冒进 确实对Om7来说 现在能抓的机会不多 可能要在夹缝中 找到那么一波奇迹团的机会 嗯 嗯 Elk羊刀好像也有了 确实有 嗯 那 包场推不上 西德拉远处是有踢的 但蓝量不太够 嗯 再顶进来 Om7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自己的倾线能力 要仰仗于大招啊 但是大招一放就不能打团了 大龙还有50秒啊 W这边的话应该是 保折蓝大库的视野 看能不能推推上二塔 推不掉应该就逼大龙了 这边打大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这样先摸下二塔 我们去这边 赶来的有点点慢 嗯 但是W这边也觉得没必要着急推上二塔 慢慢来 等大龙 是吧 这刀妹也是个可血流的刀妹 是 但可血流的刀妹其实 收割能力 相对叫一般 比较肉吧 感觉可血加血水那波相对照 然后主W进场就能打 能扛一波 对能扛一波 进去战场的 伤害还得靠兄弟们打 是 这一下 打了小奶油 有此的银鞋啊 主要是又开了几阵 这个对方的伤害冰龙法很多 这边摸切也好了 有一点点伤害了 持续的poke啊 现在就是手长手短的优势 就体现了出来 是 W这边的话也没有着急 去动龙坑的一个面向 嗯 觉得香格斯 双C都有蓝buff的情况下 利用这些 小远程的技能 去逼迫这个上二塔 再说 是 又是一波兵线的前推 嗯 一推 有觉得两个人 把位置拖出了 哎呦 一下阿空了 小五这波 不命的开阀 可惜 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小五这边也确实知道 一较开心的了 是 但香格斯没有给到机会 这没辙了 没辙了 几个大刀 陆陆续续的 血量也不是很好 大刀也交掉以后 准备拉开 但接下来要面临的是 W在大龙区的一个压制 是 这一波可以直接打大龙 嗯 OWMG现在主要问题是 他探视野能力很差 他就要一步步为营的往前压 小五这边也没有想象的情况下 做视野都感觉很难做出去 小五这边也没有想象的情况下 现在具备秒人能力的 是 这蓝金球现在用掉了一个 还有一个 哎呦 又是在这格局 哎 这波怎么说 有没有机会聊 W闪留住 Missing Missing 凡手吸一口这眼 还有个闪现 捏在手上的 只是看到Missing 还是很难接 但是 W这边也选择出来 前面想接跑 哇 有一只没指道呀 凡手在一个W 后来这一次 两个人来打R 闪 瞬间打散对方 所有的人的阵性 正面一下 耶夫直接打 后面又把他接进去 但是没有办法 要可收下了一个 Killing Spray Abo跟Aki两个人 有双TP 这波可能要一波了 在21分钟 可以尝试 哇 哇 要截杀对方的防守队员 哇 W直接在塔下完成了单杀 杀人不让你走 这边小混合 再出发 还有双杀到手 W这波应该是要完成一波了 哇 W的把把都有人超神吗 是 这一把骤性超神了 那这把 现在推上来 小五还想再尝试一下 有神了的护刀 这波可能有机会防下来感觉 有吧 要再去操作一下 刀妹已经复活 不行了 不行了 艾希已经开始变加 哎呦 恭喜W1 时隔两年的季后赛 一轮魔咒 破输掉 他们寻求改变 但不忘出息 激进拼搏 让我们恭喜W1 恭喜W1 牛的牛的 恭喜W1 3比0战胜了 四年后回归到季后赛舞台的OMG 是 今天感觉看得出来 状态调整得非常 非常好 而且BP方面来讲 给予OMG非常大的压力 每条线上的英雄池处备 真的太深了 这队伍的运营能力 在面对W1的时候 W1肯定是要有所防范的 确实是 因为毕竟这一支W1 也是一支很年轻的W1 是 对吧 那本局的一个经济曲线 一如既往的是一个雪球局 三把的雪球局结束 我们差不多一个样 是 就几乎看了三局的 差不多的情况 而OMG确实是在 逆风情况下的一个 翻盘能力 起码在这一次 面对W的过程中 避免能展现出来 漂亮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这把的AVT 悲伤 没啥问题 这场零死亡 真的就把把都有人超神 是 8-0-9的这个造型 这把也是 走到哪 是痛到哪 对 在战场上像个战神一样 是的 确实是 哇 这个 悲伤也是在这个赛季的 第八次的MVP了 常规赛拿下了7次MVP吧 这把比赛 确实在BP的时候 当时看到右边反选 这个造型加辛德拉的时候 感觉到了 这个确实是W1所准备好的一套 是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主持人洛欣 在这里要恭喜W1战队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有请到的是 中单选手Shanks 你好 大家好 我是W1中单的香特斯 哇 今天是恭喜你们 在今后赛的第一轮 顺利晋级了 其实在前两个赛季 都是止步第一轮嘛 想问今天在开赛之前 会不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开赛前的压力就肯定有 因为前面 就是都是一轮油 害怕一轮油 还是会害怕的 但是今天是3比0的这样一个成绩 非常干净利落地赢下了比赛 想问问赛前有没有想到 今天三把的优势都会挺大的 就赛前就是觉得能游能赢 没有想到这么优势这么大 没有想到能这么快地赢下我们的比赛 但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赛季后半段到现在 你的状态一直都是非常的好的 今天也是三场比赛 收获了两个MVP 给今后赛开了一个好头 你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就前两把打得都还挺好的 第三把有点死的有点多 感觉对自己第三把还不够满意是吧 然后看来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三把你们都是比较围绕下路来打的 甚至是第一把也是 三分钟就打出了对面的一个TP 然后能方便自己更好地游走 那之前有在采访中也看到 你和Missing的关系也非常好 那每次你到下路去帮忙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什么感谢的话 或者跟你说些什么 他不会 而且我死了 他还阴阳怪气我 是吗 那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交流 那你会不会对他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在这里今天你打得很好 但他也发挥得很不错 他今天来帮我很多 就很nice 很nice 希望Missing也可以多多地 跟我们的中路来配合一下 那也可以看到 今天在第二局的时候 有一波红buff那里的团战 本来是你们的野辅先被秒了 然后原本大家都以为 你们那波好像是打不过对面了 但是没想到你抓住时机 一个上前就练住了对面 收获了三杀 想问问 那一波是怎么样在电光火石之间抓到机会的 就那波我们上单 然后打出了AOE 然后我还有技能 就上去跟一下 好 就上去试一试对吧 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三局比赛 刚才解说也说了嘛 每把比赛都有人超神 第一把呢 是我们的elk选手 第二把是shanks 你 然后第三把是我们的悲伤 那今天你觉得谁才是场上最耀眼的那颗星星 我们辅助 他只要来帮我 他永远是最耀眼的 就是 真的是两个人表 那个关系是非常的好 他今天帮你很多 他就是最耀眼的 是的 那今天还有没有什么要跟他说的话 刚才虽然说夸他很nice 但是既然你觉得他今天是场上最耀眼的那颗星 应该还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他讲 特别的话就 反正多来帮我吧 反正多来帮你就是了 OK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赛季呢 你在回到赛场之后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嘛 英雄池也是破宽了非常多 从你在这个赛季上场到现在已经用了十几个英雄了 想问问是 在我们的休息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努力和付出 才能够呈现出最重要的结果给大家 就一般我的英雄池都是教练来让我去玩哪个玩哪个 然后我就会注意到 好 只要团队有需要你就会去加深自己这方面的工作 差不多吧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最后嘛 你们下一场要跟这个BLG对阵了 前不久他们是刚刚击败了手握九连胜的RNG 要知道RNG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的 你们下一把要跟他们对阵了 你觉得最需要注意的点是哪些地方呢 感觉BLG他们中单打得越来越好了 然后打得也很稳 就跟我们打野多联动吧 哦 要野辅多联动 多多要注意一下对面的中路 我们也感谢Shanks选手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们也希望WE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更稳定地发挥出他们的风采 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我们今天的九姐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